你可以找很多高手自己就在那邊 把那個要加的那個VG直接加上去 要怎麼去直接就在這個Test上面去可以去Coding 這邊也可以切回來 也可以切過去 比如說你要加個Button 你也可以不需要怎麼樣 自己用拖拉的你也可以在這邊自己打個Button 然後相關的屬性標籤加上去 OK那你會想說很難嗎 其實它裡面 它會自動幫你提示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打的話 也會 有這些效果出來 不過當然 以我自己的習慣 應該切到這邊會比較OK吧 什麼時候會切到這邊來呢 就是 如果我今天 在雲端上 已經有寫好一個 程式碼 就是這個東西 Relative Relative 有沒有 Ctrl C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今天要做一個Button 再加一個Test View 那我這邊有個Relative Layer 斜線Relative Layer 那我可不可以呢 直接把我已經寫好的東西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來 其實 之前那個東西是在那個 Eclipse上面寫的 有沒有相容 其實貼上去就知道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問題 有沒有發現 我把它移開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的 寫好了 OK 有沒有相容 好像完全相容 那但是如果說 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要這樣子啊 我希望慢慢 慢慢來啊 我想要再重做一遍 那你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很簡單 1 點它Test View 對不對 裡面的話呢 我只是在上面加文字 那文字的話特別注意喔 所有的那個你的VG 這個叫VG 就是元件 它一定會對應到底下 有個叫Properties 就是它的屬性 那這個屬性裡面呢 如果你要去找有個屬性 屬性就是指它相關的外觀 那比如說呢 我希望去變更它裡面的文字的話 那各位可以往下找 這個應該叫Test View裡面的有個什麼呢 應該會有一個叫做 屬性 叫做 Test的 有沒有 裡面的話呢 我可以直接輸入我要的這個文字進去 請按按鈕 所以等一下喔 第二個方法 如果你不用貼的話 你直接 把那個Hello World的點一下 找到Property 裡面有一個叫做Test的屬性 把這個文字打上去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請各位喔 把那個 這個的名稱 它有一個 它的本身的 原來的名稱 它的ID 原來 不叫做那個 這邊有個ID 第二個屬性 很重要的第二個屬性叫ID 我把它改成叫T01 也就是以後 它就叫T01 OK 那再來的話呢 拖拉一個Button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可以做增加一個Button 那這個Button裡面